来 来 干杯 干杯 这衣服洗干净了 你帮小老板晾起来吧 要是没什么事 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我也真的有事 我要走了 石小姐 石小姐 您就别为难我了 发布会的蛋炒饭我也做了 沐建筑定温礼我也参加了 这衣服我都给他洗了 你们还想让我怎样啊 丸子好几天都没联系到我了 肯定担心死了 石小姐 小老板没放话 我真不敢放你走 那你也别拦着门啊 我又不会跑了 怎么 你们还想把我关起来啊 肯定不能关你啊 那您千万别冲动啊 小老板那边我真的招架不住 你放心 我不会连累你的 我自己跟他说 这 这 这 狗红 你别生气了 我 不甘比上的事 是我求了他半天才同意我来找你的 我有个事要跟你说一下 我该走了 我留下来也帮不上你什么忙 还挺麻烦的 放我回家吧 好不好 石小年 这一次是我请求你留下来 因为你是查清楚我哥哥车祸唯一的线索 我答应过我妈妈 等这一切水落石出之后 我就放弃安逸 回到他的身边 但现在时机不成熟 我不能就这么放弃 放弃安逸 这不是你和你哥哥的心血吗 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在我这里 多待些日子 我不是要求你 而是请求 是拜托 你能帮帮我 好吧 看在你这么真诚的份上 我也被你打动了 还有看在你带我去订婚典礼的面子上 人情换人情 我答应你 再留下来几天 不过就几天啊 机长为事 我怕你反悔 这个很准的 那你不许反悔啊 小迪 以前我看不见的时候 就经常听你跟我描述如此多美 那个时候啊 也就是我的眼睛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你的眼睛能康复 现在你眼睛好了 我们也得到幸福了 不过小迪 有件事情让我很困惑 你姐姐一直跟我说她画了一本漫画 你知道吗 知道啊 我姐姐她一直想出版漫画 但是一直出版不了 所以她总会胡思乱想 可是我记得 你以前也很喜欢漫画 不是吗 是 是啊 你长大了嘛 人都是会变的 小迪 你是不是有事瞒我 没有啊 石小年你快把她忘了呀 你怎么这么没有出息啊 忘了她 忘了她 明天睁开眼睛 又是美好的日子 明天又是新的开始 石小年 你干什么 你怎么突然出现了 请回去找地方啊 这个地方除了我 没人会来 又是因为那个目前出啊 可是是谁允许你到我健身的地方 还治疗你自己的情深 那你做饭去 都几点了 都几点了 你还要吃早饭啊 这就是我的早饭时间 以后每天这个时间 你必须准时给我做早饭 知道没有 好 做就做 放手 反正我也得吃 什么女人这是 对了 姐姐里边怎么安排的 公司杨总那边的项目 已经交给董事会批阅了 董事会那边没有移 嗯 那就好 沐总 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没关系 说 杨总的项目是明年公司的重点项目 相当于有实权 您姐姐虽然分管着公司的其他项目 但是她又是 公司除你以外的最大的股东 包括公司的很多元老级人物 还有杨总 都是您姐姐一手栽培出来的 你担心姐姐的权力超过我 嗯 杨总的提案 虽然公司上层都已经同意了 但是公司内部的员工 还有一些不理解 您要不要再深重考虑一下 我之前失明的时候 都是姐姐在帮我打理公司 我现在手头上的项目呢 也有很多都有她的心血 你别担心 小迪也经常跟我说 要我们牢记在困难的时候 帮助过我们的人 我要是这么做的话 小迪肯定第一个不高兴 你也是好心 对了 小迪现在还没拍完吗 没有 听说是在等日落 知道了 好 又来 这 一顿早饭而已 至于吃这么多东西吗 她也得这么起学 她家厨房也太大了 比我家都大 枉费 不喜欢吃饭 不代表用着厨房了 万一哪天我派上用场了怎么办 比如说现在 没有什么问题 我就是觉得你 吃顿早饭 用这么多食材 太浪费了 不是 这个随你 我只需要在我上班之前 吃到一顿满意的早餐就行了 其他都不够 吃 撑死你了 我给你做出一年的量 吃吧 这么多东西 你早上能吃下吗 这些都是女生点子 我吃蛋炒饭 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你随便试 那我可以尝尝 好 没想到你饭量这么大 还有 这蛋炒饭 不太少了吧 根本不够我吃的 下次你多做一下 谁知道你只吃蛋炒饭呀 你这么多样子 你不多吃点 你只吃蛋炒饭 让你做你就做 你还得吃完呢 你真是不做呀 你不是尝尝这些吗 叫我去尝尝 叫我去尝尝 为什么 小老板 怎么了 陈总说有起了股东 在公司会议室等你 已经等了一会儿了 怎么这么着急呀 他们好像是要讨论 公余全身股权的问题 准备车子 去公司 今天晚上有个大天上映 你要去看吗 我去 我看 郭总好 郭总好 我跟你怎么说啊 怎么了 郭总自从大老板去世之后 就很少来公司了 是啊 这一次献身 我估计肯定有大事发生 关于公余股份收购提案及协议 这什么意思啊 郭总 既然公余已经不在了 那么他在NE的股份 一定要有个说法 我们讨论后呢 打算购买他的这部分股份 所以想来问问你的意思 发生这样的意外 是我们都不愿意看见的 但既然事情已经出了 我们要对NE负责 有一些问题 该处理还是要处理的 如果你们愿意的话 我们以高价收购公寓的 这部分股份 这也有利于我们以后的合作 对不对 郭总 佳董 吴董 我知道二位的意思 就目前来看呢 你们提出这样的想法 我觉得大家都是为了公司的未来着想 只是 这件事 慎重为上吧 股份 是个大问题 大家应该 先讨论讨论 再做决定 龚总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说 这种大事我们放在桌面上 也是想和你多多沟通吗 我不同意啊 龚总可以先看看我们的提案书 我们会给出你满意的价格 或者 有什么条件 你也都可以提 我不需要 我不允许任何人 分割他的股份 那你认为 龚玉这部分股权一直悬而未决 就是对恩义负责任的表现啊 那我也请你 给我们这些股东一个交代 恩义 想往哪个方向发展 一般来说 龚玉去世之后 他在印的股权 将会转任为第一级生人 父母 但到目前为止 龚先生 龚太太都没有就股权的问题 做出任何表态 我们也不可能替他们做决定 再者 龚玉刚出这样的事 我们就在公总面前 几顾着这样的问题 不太合适吧 陈总说的 再行再行 晓鸥 话说回来啊 家动 吴董提出这样的想法呢 也是为了日户的合作 我相信他们 没什么恶意的 这件事 只要是看你的态度 能谈就谈 你也别想太多 我 我个才刚去世 你就这么着急地刮分他的部分 可 这难道是好意啊 你什么意思啊 什么叫刮分啊 你们也别费尽心思写这个提案来问我了 我的意见很明确 还有 以后像这样的会议 最好提前预约 否则 有不参加的权利 嗨 各位各位 今天谈这样的事呢 确实有点维持过草 吃点好饱呀 完了 吃香烟就完了 好几天不见我了 你能不能说点好的呀 你看看你现在啊 完全是一副家庭主妇的药物 当初我霍远式英雄 在几百个漫画家里面 把你挑出来的灵气 已经荡然无存了 你说什么呢 咱俩不就是一考博同学吗 你好歹配合一下 别那么现实 丸子 前天龚欧带我去了前出和时迪的订婚典礼 什么 你去了 你这么大的事你怎么没跟我说呀 我真的是去了以后 才想明白了很多事 我原来 对很多事情 都抱有太美好 太 太好的幻想了 原来 我对自己 对漫画 对爱情 都盲目自信 盲目期待 你也不能这么说吧 我正好是躲在公公家的这几天 想明白了这些事 你说得对 我不能总躲在公公家给他做饭 说好听点我是帮他 说不好听的 我就是在做他的米虫 所以你是想 所以我是想 找个好工作 赚钱养活自己 找工作呀 找工作我这倒是有 但是你一个学画画专业的 总不能去干那些粗活累活吧 我无所谓 什么粗活累活我都能干 只要能养活自己 我这次来 不是来帮你找工作的 我的本营是想让你重新画画 可是丸子 我想了一下 我可能 真的不具备通过画画能养活自己的资本 我原来觉得我那个漫画 无论从漫画角度还是情感角度 它都是很有价值的 可是现实呢 它却一文不值 所以原来我真的太天真了 都这么大人了 卡里都没点积蓄 你别这么想 不过你放心 我肯定不会放弃画画的 为了赚足生活地堡 为了重拾我的漫画梦想 什么脏活累活我都愿意坚持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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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总 陈总 小老板那没什么事我先出去了 还得分析啊 小鸟其实有些话没必要说得那么硬的 有什么不对吗 没有啊 你也盯得出来 我是站在你这边的 我觉得这件事上他们做得非常欠托 不管是出于股权份额也好 还是出于个人感情也好 这一次我非常尊重你的选择 是吗 当然 还有两件事我要跟你商量一下 第一件 国度们对于总裁的位置悬而未决 一直是非常不满的 现在咱们的股价已经开始下跌了 外面对我们有很多的质疑和猜测 如果再这样拖下去 对恩义将会是致命的打击 还有一件就是 之前那场发布会 反响不是很好你也知道 股东们觉得 适当的宣传是非常有必要的 所以市场营销里面 给了一个全新的宣传方案 希望咱们能够尽量地配合一下 我们做一下宣传 减少负面的损失 但是这个发布会呢 需要你亲自参加 股东那边已经没问题了 所以就让我来问问你的意见 你肯定知道我的想法呀 恩义总裁的位置和公寓的股份是两码事 没有必要牵扯到一起 晓鸥 你已经三番两次地打了股东们的脸 再这样闹下去 对我们都没好处 好啊 媒体的事你们随意 我不管 只不过我不会出面 总裁的位置先这样 没有考虑周全 谁也得想动他的位置 恩义是我哥的 我不允许任何人剥夺他的权利 抢揍他的位置 没有人要夺走他的股权 拿走他的位置 晓鸥恩义她不是及格人的 她是大家的 商场上的事情顺息万变 每一个决定和选择都是成败的关键 恩义的今天她不是靠一个人单打独独端枪匹马 而是靠着 你公欧 公寓还有我 以及这个屋檐下每一个人的努力和智慧 你知道外面的人都说你是 扶不起他 阿童 你可以不在乎他们的看法 但你不能不在乎你哥的心心 我相信你一定不想到失望吧 小五 我想告诉你 安逸没了谁 都会照张运转 呀 阿童 我rail的靠近了 你也就是不要了 啊 安逸 那我 Don't know 你再见 你可能跟你们好 我让你帮忙 你了 你怎样 刚刚订婚 马上就提结婚 是不是太快了 爹啊 这种事情当然要越快越好了 万一拖出什么变故怎么办 再说 石小店那颗定时炸弹在哪 我可放下起来 要不这事 让你爸爸去说好不好 我爸 您让我爸去说 我这辈子都别结婚了 秦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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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怎么来了 我来看看你啊 阿姨 我跟妈妈聊天呢 是吗 你们在聊什么 我方便吗 也没聊什么 你知道家长吗 总希望女儿赶紧加入好人家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回去尽管安排 对了 我们要不要在这儿多待两天 这几天 说是来度假的 反正都在忙工作了 我们多待两天 好好玩一玩 再看 你最喜欢的日出怎么样 不用了 爸 我那边通告都排满了 今天排完之后 咱们就做晚上的航班回去 好不好 小弟姐 小弟姐 现场好了 我先去拍了 走 从今天起 我们就划清间隙 我不会再出现在你们生活了 也烦请你们不要再来打扰我 请你告诉小弟 不要试图再来抢走我的任何东西了 秦桑 秦桑 秦桑啊 你怎么了 我没事 阿姨 这是不是太热了 我们进去坐吧 不用了 我难得来看小弟 我就在外面坐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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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休战五分钟 休战五分钟 哥 我今天真的当你了 不要这么轻易放弃 不再试一次 怎么知道你不行 再来 你别再来 吃点 这么早啊 你怎么能做 我 我是有新工作 我要赚足钱 然后重新找回妈妈梦想 我会精神满满的 为了我有新工作 你回来 你怎么新工作做饭啊 就是问题 回来 老 老婆你 你怎么来了 你可以啊 趁我不在 快给我找个小姑娘 我看你是不是胆功虫过高 搞得大人肥了 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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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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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等着 你给我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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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怎么样 你以为我们这儿画 严肃漫画一样 我告诉你 我们要的就是这种 海量更新 巨大转折的风格 你不喜欢看 没关系 往上有的是喜欢看 再说了 你 一个小小小小的枪手 画就得了 哪来那么多意见 我只是想 小小小小的提高一下 我们漫画的质量 你以为你是谁呀 初稿的时间马上就到了 我可没有工夫在你这儿 而正着也有的没的 提高质量 好清高哦 好 爱画画 不画 滚 滚就滚 你 好 真好吃 这个月一分钱 都白成两半花了 好 哎 刚刚怎么样 不会 人家让你滚你就真滚了吧 我没有 好 你说我是不是太草率了 我没办法 遇到漫画的事我是真来气了 石小念 咱们俩说好了 为了钱 什么都能坚持呢 小念 马上 你觉得我是不是活得特别失败 穷 就算 我还矫情 那不叫矫情 那叫有原则 哎 不过说实在的 遇到你们这种性骚扰 三观不合的上次的确没得干 矫情说不上 倒霉你知道是真挺倒霉的 好了 好了 你知道吗 你下午还要面试呢 还有第三份工作呢 我相信这次肯定 没有问题 知道吧 石小念 走啦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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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走 纸招身强体重的男性 那就别找我来啊 看着没有简历上写着性别女啊 还好我超了一条小鹿 要不然耽误了时间 我这供养单程 还得多收一块钱 我刷个墙也要美术专业毕业 你怎么不要求班专的 都是建筑学院博士生呢 没意思你 你专业 还好是个小路 小蜡蜡 小鸭小蜡蜡 拉拉拉拉 快小蜡蜡 回来 回来 快小蜡蜡 回来 小蜡蜡 我的新手机啊 我的车 你得想了多少钱 没 没丢钱 那还丢着其他什么东西 我还在失业呢 都没小偷有钱 就丢了一个手机 不是 你说你们这些年纪人 一点防范意识都没有 我们天天宣传 不要把背包背在后面 不要把手机放在兜里 不要边走边听歌 你们就是不听 我没 没听歌 也没放身后 就放在车筐里了 就没了 包不能随便离身 你说说你现在 手机也丢了 钱也没有了 家人该多担心你啊 警官 我 我那手机刚买的 都没用多长时间呢 还能不能找回来 你先回去 等我们消息 如果手机没有转卖掉的话 找到手机的可能性 还是很大的 好 谢谢 要是没什么问题的话 就要这点钱一丝吧 记住 不要太着急 有什么消息 我会通知你的 嗯 郭欧 你怎么来了 你们说 我如果但凡早点发现那小偷 我就不会把手机放在身上了 然后他就不会抢走了 这么深的一条路 而且还是快天黑的时候 你胆子可真够大的 只身一人去追小偷 你现在该庆幸 被抢的只是手机和钱包 但凡那个小偷有点邪念 你到现在都不知道该在哪儿哭呢 你能不能有点同情心呢 人家手机已经没了 现在可倒好 钱没赚到 手机还丢了 要么怎么说你蠢呢 手机被抢就抢了吧 你一个女孩子家去追小偷 你怎么知道她的同伙 没有在附近埋伏你 那我说人倒霉 喝凉水都塞牙 不过 你怎么知道我在派出所 你怎么找到我的 你别自作多情了 是我的家务助理在买菜的时候 发现你骑车狂追小偷 然后打电话联系米生 多亏了米生反应快 调查处你在派出所 我才勉强跟过来的 这么巧啊 死鸭子 嘴硬 你就承认关心我安慰 有那么难吗 不过我好担心我那个手机 真倒霉 你还是好好给我做饭吧 我可以给你开心水 我不 不 那样小丸子会说我没志气的 我要靠自己 不靠你 属小念的属小念 你简直是太没用了 手机也丢了 工作也没了 你现在是不是除了蛋炒饭以外 什么都不能做了 你 你想吓死我呀 谁批准你在我家里大哭小叫的 这是给你的新手机 上一次你的手机坏了 我有责任 就当是对你的补偿 我还给你 我可不要 你这手机都有监测系统的 我可不想我查的内容 都在你的眼皮子底下 那样我就一点隐私都没有了 原来你是在担心这个人 那我告诉你 上一次是因为你的手机系统没有更新 所以说你的操作我都能看得到 但现在这个手机系统啊 已经更新到最顶级的了 我想看也看不了 我再说一次啊 你要不要 不要我可真拿走了啊 我拿走的话 就只能用自己的钱去买手机了 我们恩义的手机可是很贵的 好 有鼓起 那我走了 给我 这本来就是我的 给我 小欧见到了吗 一直很高兴 压死我了你 你快起来 干什么你 起来 爸 爸 你快起来 伯父 伯母好 不是你们小妹 爸 妈 你们怎么招呼也不打就飞过来呢 说一声我去机场接你们 这你爸不是 不 别让说嘛 我们这么做是想给你个惊喜 什么惊喜啊 我就跟你直说了吧 我听说 你和小易的公司出了点问题 是关于股权方面的 有这么回事吧 爸 谁跟你收了这些 这些只有几个股东才能知道 这个世界上没有胡头疯的墙 这么大的事 你想把你老爸 那是不可能的 吃 吃点水果 晓鸥 你不打算 介绍这么可爱的姑娘 给我们认识吗 她是 我女朋友 女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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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过来一下过来一下 我怎么这么清楚啊 哎呀 送过去 我这儿啊 你干嘛说过是你女朋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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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点说过 我爸妈还在呢 现在怎么办呢 什么怎么办 将即就计呗 你干嘛不说点别的呀 话赶到这个份上了 你让我说什么好 你就说我 我是深夜来找你对接工作的人 我公司的职员 深夜里到我家里来对接工作 这传出去更可怕吧 还有啊 现在有损失的是我 不是你 我一点没觉得当女女朋友 是什么占便宜的好事 你错了 你可不是我女朋友 这是假办啊 好好好 干什么啊 看首相 机长啊 怕你反悔 帮我准备一份甜品 占我便宜 让我当你女朋友 还让我给你准备甜品 我 我给你下药 两位 不好意思 来晚了 来了 陈总 坐 怎么没喝酒啊 这不等你的吗 陈总 媒体宣传的事 公欧表现得怎么样 整体还不错 至少这一次 他出现了嘛 公欧这小子 如果再耍小孩子脾气 我们就联合其他股东 把他弄下去 目前来看呢 我觉得还是要以公欧为主 我们的股价波动很大 媒体发布会结束以后 所有的媒体都盯着公欧 如果这个时候 他再出什么事 恐怕咱们 都承受不了 你说得也对 新产品刚面试 销量和股市的数据 才是硬道理 这关系着恩益 下一步的发展 还有啊 这个宣传 行了 不说这个了 现在最重要的 是股权的问题 要尽快搞定 一旦成功 你来主事 公欧呢 我们也不是要赶尽杀绝 毕竟他占着一个 核心技术的优势 那就让他回去 继续研究他的技术 恩益不会亏待他的 我的意思是 借着这个好形势 你该往前走一步了 不许多的 下周 有个汇报会 你知道吧 哦 记得 新产品上市的 第一阶段的验收呢 我们和高管都会参加 公欧肯定是 没什么好成绩的 所以啊 我们会把你 推到前边 你就不要再推辞了 就这么定了 好 那天你的 恩益新手机面试后 销量低迷 以致股价持续降低 那么作为近几年的 业界新秀 恩益将如何面对 掌门人空缺的危机关头 各界都在拭目以待 不知新任总裁上任后 恩益的股价是否会回升 还是持续低迷